好,歡迎能夠和大家在主日崇拜的時間 同心去學習主的道理 將在聽主道的意思 再次以討告將我們身心靈交在主的手上 靈交先能夠再次在主崇拜的時間 跟弟兄姊妹你們一起來到一同思想主的話語 如果我們一起再次透過禱告 來預備我們先來聆聽主的教訓 這是一個很榮幸我可以再次聆聽這個機會 在星期禮拜的時間 我們可以學到我們的神通過祂的教訓 所以我們先把頭放在心裡 然後準備好心裡 聽到祂的教訓 生日主多謝祢 讓我們再次能夠回到祂的面前 同心的仰望 求祂的靈與愛同在 讓我們能夠真是在基督耶穌的救恩之基礎之上 讓我們能夠真是繼續去生根成長建築 好想我們能夠更加活像祢 求聖靈幫助我們能夠更準確去明白主的教導 很高興我們能夠再次在父神裡的跟前 我們一起來到仰望 父神求祢幫助我們 使我們能夠今天來到祢的跟前的時候 我們重新再次在祢的話語當中 能夠更明白 你怎麼樣透過主耶穌基督所建造的 所建造的這個救恩 使我們能夠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們能夠繼續成長 求祢的心靈幫助我們 能夠更準確來的了解祢 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You allow us to have another opportunity on the foundation of Jesus Christ His latest gospel so that we can have another opportunity that we can grow in the midst of Your guidance so we ask for Your Holy Spirit give us wisdom so that we can accurately to understand who You are and also we learn how to walk with You 我們同心會討告感恩 奉靠主耶穌會得聖明至於及 阿門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去思想的經文 是出自於加一大書的第四章 第21節至第26節 今天所講的題目就是 神應許的效力 So today our passage is from Galatians chapter 4 verse 21 to 26 and today our sermon title is The Power of God's Promise 今天我們的講題是從 加一大書的四章第21節到26節 今天的講題是神應許的效力 好,讓我們開始之前 打開這段經文 讓我們一起去對這段聖經 能夠有更準確的了解先 好,我們打開之後 我們一起讀 中文版和合本 然後我會為大家去讀 英語版本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如果你是讀普通話的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去讀 加禮台書第四章 第21節 你們者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請告訴我 你們喜沒有聽見律法嗎? 因為律法上記著 阿伯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氏女生的 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 是按著血氣生的 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 是憑著應許生的 這都是比方 那兩個婦人就是兩若 一若是出於西來山 生子為奴 乃是下甲 這下甲 意志是指著阿拉伯的西來山 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兒女 都是遺老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他是我門的母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Tell me You who want to be under the law Do you not understand the law? For it is written that Abraham had two sons One by the slave woman And the other by the free woman But one, the son, by the slave woman Was born by natural descent While the other, the son, by the free woman Was born through the promise These things may be treated as an allegory For these women represent two covenants One is from Mount Sinai Bearing children for slavery This is Hagar Now, Hagar represents Mount Sinai Arabian And corresponds to the present Jerusalem For she is in slavery with her children But the Jerusalem above is free And she is our mother 其實是宗教主耶穌基督 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 但這句說話是主耶穌基督 當時有人去挑戰祂 甚至以為祂是來廢掉了救藥的聖經 但其實耶穌在這句說話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祂說不是要廢掉律法王先知 而是要將祂完完全全的去履行 甚至將祂實現起上來 這句經文對於很多基督徒來說 可以說在神學上感到很多疑惑 到底他們認為信主是否只是憑著神的恩典 或是憑著上帝耶穌基督的救恩 還是他們仍然需要信守救藥一切律法 這句經文讓很多信徒解開了不少疑惑 但同時也導致有一個情況 是否我們需要再次去堅守律法呢 我相信這種矛盾或這種疑鬥 對於很多今天的基督徒來計 其實都在我們裡面 因為我相信在當時的新約時期的加拉太教會 正因為他們也有這種類似的懷疑或疑惑 導致當那些假教師、假師傅、假信徒、假教會領袖 他們隨著這番的話就很容易承虛而入 使他們能夠把他們一甩一甩地拉回他們 去堅守舊約的律法這個行動 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得著成為神的子民身份 其實這種情況導致很多人 跌入錯貌的福音局裡面 所以今天我們就藉著保羅在這段經文 我們前頭已經說過第四章的開頭 保羅帶著一份辭情狠切的態度 去幫助加拉太的宗教會信徒 他們能夠走出疑惑的同時 或者被迷惑的境況 保羅怎麽真是鼓勵這班的加拉太教會信徒 能夠走出來重新歸回正確的信仰道路呢 這正正就是我們接下來 今天和下一堂兩堂的主日崇拜 我們分別一起去看 保羅怎麽幫助加拉太教會信徒 走出信仰特別神學上的疑惑 我們今天會先看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四章第21節至第26節 下星期我們會去看第四章27節至第五章1節 在這段聖經裡面一開始 保羅就告訴我們一句 或者簡單來說 他發出一條很直接了當的問題 這條直接了當的問題是什麽呢 就在這裏第21節說 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請告訴我你們起沒有聽見律法嗎 保羅在這裏呢 其實很希望幫助加拉太教會 他們從錯誤當中能夠走出來 但問題就是怎樣才有效幫得到他們呢 在之前的講到我也跟大家講過 有很多時候如果要幫助一個人 從錯誤當中能夠有糾正的機會呢 最有效的不是直接說答案給他知道 然後他就會走出來 有時候你直接說答案給他 他可能不相信 因為當時他沉迷在一個 很吸引著他的錯誤 要他自己走出來 甚至聽一個完全跟他相反意見的 一個建議 或者一個不適合他當時的心情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一個直接了當的說話 都不能勝得過如果能夠誘發起的人 他作出一個深層的反思 所以上一次我已經講過 能夠誘發一個人 能夠做到能夠自省的 這個才是一個最有效的幫助的人 在思想他自己人生 或者甚至他對在永恆生命上面 他的信仰 他如何能夠走回一條合乎聖經的啟示道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和方法 所以保留在這裡一開始說了這句說話 其實作為過內人的加拉太教會的信徒 他們已經在經歷這些假教師 假教會領袖或者假信徒 給他們一些迷惑 在這個時候 他們作為已經重新重頭回去 以為藉著去牽手律法 就可以獲得神儀女的身份這種方法 其實他們不是不知道警方會是怎樣的 因為他們現在身歷其境 他們已經在其中 他們以為這樣做應該是有 不過他們有沒有想想 其實那個後果最終會發生成怎樣 這就是保留在這個時候 讓他們在過往曾經經歷過信主 而現在又再錯信的時候 讓他們再有一個清晰的對比 所以保留在這個時候希望藉此問題 去誘發到這群人去進一步思想 怎樣呢 就用了一些他們熟悉的故事 或者熟悉的神學 或者熟悉的聖經的教導 保留在這裡選用了 這個講關於阿伯拉罕兩個兒子的故事 其實阿伯拉罕不只有兩個兒子 如果大家知道阿伯拉罕有兩個太太的 他第一個太太薩拉死了之後 他就領取另一個的太太 然後原來頭兩個兒子分別是 第一個就是下甲的一個子女 或者可以說是薩拉的子女 從埃及而來的一個子女 去幫阿伯拉罕生 那你說為什麼 因為原來最初薩拉還未懷孕的時候 他以為自己不能生 於是說阿伯拉罕你不如 用我的子女和你生一個 就有一個延續你族裔的可能性 但是上帝不是這樣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下甲真的壞了人 然後就看少了原本的主母薩拉 然後Sara當然不高興 看到他這樣 這個下甲就激氣了 其實都是他撩起主母的憤怒 於是下甲就自己走出去 走去之後 他去了抗野的時候 就在哭訴 但是在這個時候 神耶穌就向他顯然 告訴他 你沒有這樣 你回到主母的腦裏 你不可以這樣 不過我肯定 你這個兒子 你生出來的 一定我會很看顧他 我給了一個應許你 原來上帝也有一個應許給了下甲 除此之外 他真的回去之後 就生了一個兒子 叫伊什瑪利 但是原來同時 上帝也看到薩拉 Sara又懷孕 然後兩個小朋友 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玩的時候 然後其中一個 就覺得 大兒子欺負我的小兒子 然後向阿伯拉罕 向我老公投訴 這件事搞成這樣 現在這些苦 來到我身上 最好你受了他 壞蛋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然後其實整件事 也是薩拉正式做出來的 結果怎樣呢 這兩個兒子 又有一種爭執 造成把它 Lee巴拉款 沒辦法 把下甲正に 送走錯ל 可以不知他 送走之前 拿東西給他 給它水 可是也不知 爲這兩個 走上走就在這兩份 迷路 因此 zabaway 在阿伯贊 想棄了小兒子 但是也不忍心 而看到小兒子言 所以於是神的師姐 又顯然 的確定 這件事大約是這樣 但後來當Sarah過世後 可能有生多七個兒女 我們不說了 但保羅在這裏引起這段歷史 全部都是在創世紀 從第16章至第25章裏的經文 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詳細去看 我在這裏講到時間不能講得太多 保羅在這裏引用一個 當時加拉泰教會的人很熟悉的事件 就是阿巴拉罕兩個兒子 以什瑪利和以撒 對於很多傳統的猶太人來計 這件事很簡單 特別針對加拉泰教會的信徒來說 其實加拉泰教會的信徒 因為當時正是受到這些假教師 假師傅、假領袖 要他們回去守律法 保羅引用這個例子 其實這班信徒 甚至這班假領袖 假教師 其實是說 保羅對了 你講到這件事 還不證明正統的是誰 正統的應該是 Sara 薩拉所生的兒子 以撒 所以從一般的人來看 特別當保羅引用這個例子 我相信當加拉泰教會的信徒 一聽到 甚至連假教師、假令都聽到 保羅 你認同我 正統應該是 Sara 薩拉所生的以撒 既然是這樣 以撒是什麼 正統之源 即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他們要做什麼 就是領袖神的律例典章 律法 所以按照這樣 他們又要行國禮 接著又要去 遵行這個律法 那還不是認同我們這班 假教師、假領袖 或者他們不這樣說 加拉泰當時的領袖 或者牽動他們走錯的 福音道路的領袖 他認為 保羅你肯定是對的 其實在這個經文裡面 保羅其實是故意這樣去安排 希望藉著這個過程裡面 去誘發 這個的 加拉泰教會的信徒 讓他們去看看 咦 是不是保羅你都認同我們 去守律法 行律 行這個國禮 對 那誰不知 當保羅去 用到第二十一節這樣說的時候 反而不單止 不是去肯定他們的對 反而 保羅是藉此 以誘發 加拉泰教會的信徒 這樣做 是不是真的合乎 聖經裡面的啟示 呢 是不是真的走回這一套 是對的呢 當一班人 尖尖自喜的時候 寶羅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 其實你們所傳的這個 所謂福音 其實是一個不整傳的福音 是一個以偏概傳的福音 你們以為這樣 還以此為榮 可以行律法回去得到上帝的拯救 不是啊 其實實際上你們所傳的這個道理 其實是扭曲了舊約 原本的聖經歷史發展 我們稍後會看 因為這段經文從第二十二節下去之後 會詳細說回這兩個兒子的事件 不過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 寶羅很直接了當 用直接的語言去問他們 要加拉泰教會的信徒 直接回應 其實你們其實 是不是不知道去守律法 帶你們去哪個的景點 其實他們知道 因為他們很熟悉 因為他們本身原本都是猶太人 他們以前都是守猶太人的律法 直至到寶羅去把耶穌基督的福音 去啟示給他們知道之後 他們才能夠有一個新的準確的理解 原來 舊約聖經是這樣 啟示到這個 的救主耶穌基督的事件 所以寶羅在這裏 直接了當進行一條的信文 告訴他們 你們想一下 如果你們繼續這樣去做 是不是真的 聖經的啟示呢 其實 寶羅這樣問得 寶羅老早知道 如果你們的答案很肯定 就是 好像不太對勁 如果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沒有聽過律法 有當然有 我們是猶太人 怎麼會沒有聽過律法 以前做都做過 但有什麼境地呢 讓他們在這個時候 有開始對這班假教師 假傳道人 或者假教會領袖 他們所傳的 開始產生一個反思 不是故意去刁難他 但是 坐底 我們在信仰的路程上面 有沒有經常去 準確地去掌握神的 教導 反思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所以 當你們曾經經歷過 在律法之下的生命生活 又走出過 走出過罪 在律法裡的捆綁 而重新歸入過 神傳的基督福音之後 你們現在又再回頭 其實 這樣的情況 你們不可能不明白 所走的結果是怎樣 其實 你們以為 你們所走的 是守律法 就很穩固 但是實質上 其實這個 是不是真的 可以讓你們得到 上帝兒女的身份呢 因為律法 是否真的可以這樣做呢 律法 其實是一些規矩 是一些人的傳統 將人的 人生價值 全部定格在一個 規例律例的裏面 你如果是圍奴的 你就會一輩子圍奴 如果你是自由的 你就會一輩子自由 之間沒有一條 律法可以讓你轉變 你不可以說 我由圍奴的 我轉為自由 沒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律法 是很硬 是這樣就這樣 你是圍奴出生 是奴復的 你永遠就是圍奴復 律法的本質就是這樣 若果如果把這個 原則 律法的原則 當一套下去 去斷定一個人 是不是神的兒女身份 的時候 律法就很簡單 律法說出來 如果你是 生來自由 你就在律法之內 生來是奴復的 就奴復 自由的就是自由 但是 保羅這樣問 是使得 加勒太教會的信徒 想想 咦 現在我 其實 從 信了耶穌得釋放的景況 又走回原本 那套裡面的時候 這樣 究竟我是不是 真是 有神的兒女身份 那奴復 保羅在這裏 是希望造成一種 有驚訝的 一種的作用 或者效果 讓加勒太教會的信徒 他們可以重新思想 什麼才是聖經的啟示 不只是聽人說 或者傳統說 那些我習慣了的東西 很舒服的東西 就一定是 不是啊 有很多 在我們基督教的群體裡面 其實流傳至於 很多很多 我們已經 習以為常卻 並且認為 是一些正統的信仰 但原來 那些信仰 其實當中 原來 和聖經的啟示 是有差別的 我們有沒有很好的反思 或者傳盤照修呢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我經常都說 就是討告的問題 今天在基督徒之間 其實流傳了很多 不同類型 對於討告的誤解 甚至錯誤 於是 造成什麼局面呢 就是基督徒 如果你喜歡 怎樣討告 你就怎樣討告 你喜歡向誰討告 你就向誰討告 我聽過很多人 向很多事 討告 不僅是聖父 聖子聖靈 都向他們討告 我們有沒有 真的重新看看 在聖經裡面 是怎樣的啟示呢 湯若如果當一個傳道人 按照著聖經的啟示 然後作出歸納 然後向信徒去展述的時候 而他們的展述 是跟大眾現在公共 他們所想 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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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他們所習慣了的 一些神學觀 或者 我們的 教會 習慣 屬靈 習慣 已經不同了的事情 他們會怎樣回應呢 作為一個有神的靈的人 當他聽見一個傳道人 很準確地 再把聖經的啟示 歸納去告訴他 他第一個反應 是會喚醒起來 不是馬上去聽完他的說話 而是怎樣 他進入一個進一步的考證過程 自己去小心考證 不是人家說什麼 你就聽什麼 不是人家傳什麼 你就信什麼 有牧師說 對 Yes 不是這樣 他會重新思想 但如果沒有聖靈的人 他會怎樣表現呢 當聽見這些事的時候 他就會怎樣 對 利用這些機會 去進行加以攻擊 攻擊這些傳道人 並且怎樣 為了鞏固自己是對 他寧願繼續錯下去 用很多方式去錯得更嚴重 去證明自己好像是正統的裏面 最可怕的是 很多時候正統是由一個人群裏面自己去認定的一件事 而不是出自於聖經 保羅這樣做法 在第21節 其實就是誘發到 加拉太教會的信徒 你去想想 究竟你聽到這班 假教師 假領袖 假弟兄 他所傳的東西 是不是對 保羅這種做法 是一種啟發性的做法 而不是一種家長式命令的做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他的信徒 其實就很容易隨波逐流 哪個人來說 哪個人說的就是 全教會的真理 其實是很危險的事 我見過不少有教會的信徒 他曾經跟我說過 我們教會曾經經歷過 請過好幾位傳道人 但因為不同的傳道人來到 他們有不同的傳道人的神學 結果 那個傳道人說什麼 就是全部人去了那個方面 但以傳道人來說的東西 全部完全不同的時候 全部都反過來做 其實一個真正的傳道人 他問我 應該做什麼呢 其實傳道人只做一件事 就是大信徒重新看回 聖經裡面的啟示 讓信徒自己親身去到上帝說話的面前 去反思 核實他們所信的東西 可能他自己信的東西 是有些偏差 就是調教 錯誤的 會改變 這些就是有神靈的人的生命 沒有神的生命的人 就隨波逐流 甚至 甚至 為了鞏固自己 以前已經錯誤 不需要 怕被人說自己信錯 沒有面子 繼續做教會領袖 他寧願繼續錯誤 講得更錯 甚至煽動其他人繼續錯誤 讓他們去到思想 重新讓上帝的說話 可以去 糾正他們 這是第一點 而保羅這條問題 我亦都相信 是向今天 你和我 這樣說的 弟兄姊妹 我們其實 不知道很多 我們在信的東西 是錯 問題的是 我們有沒有 真的 去糾正過來 有沒有這份勇氣 有沒有這份 聖靈的提醒 熟靈的勇氣 可以讓我們 改正過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原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 原來 應許 可以為人 帶來一種 出人意表的效力 或者功效 Phenomenal Impact of God's Promise 我們可以從 第22節到 第24節 上半節 我們可以看見 我們再讀一次 第22節到24節 上半節 因為律法上記著 阿伯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氏女生的 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 然而那氏女所生的 是按著血氣生的 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 是憑著應去生的 這都是比方 那兩個婦人就是兩弱 英文聖經這樣說 NET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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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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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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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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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 保羅不僅是引用這件事件 不僅是比較這兩個兒子 保羅甚至要提供一個準確的解釋給他們 前文我們已經說過 阿巴拉罕有兩個兒子 如果按照猶太人的傳統律法基礎思想認為 只有薩拉的兒子以撒才是正統 下甲所生的兒子以撒瑪利是不正統的 士雷是露弟生的 甚至不是上帝應許所生的 大家留意一點 在原初下甲所生的兒子以撒瑪利不是出於應許 是出於仁義 所以在這段聖經講是如何? 是一個按著血犧牲的 看不看得到二十三節 是人的計劃 不是神的計劃 所以在傳統猶太人的觀念中 這就不對 神應許的以撒才是正統的 正失所生 下甲所生的以撒瑪利不正統 但是其中其在在這個時候 我們發覺到 保羅在這裏去陳述的時候 發現到 原來正正針對 最佳大教會的假教會 假大兄 假信徒 假教師所傳的東西 他們認為正統重要 正統是甚麼? 律法所定定 誰是律法? 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律法是甚麼? 西乃山那裏有的律法 我們一會兒會再講 詳細 不過 那個正統是完全歸於律法所定定 但是 其在 保羅在這裏的蝙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主要說的 反而是對下甲的筆脈 是特別多的 保羅其實首先要去讓 加大教會的信徒 按照他們現在錯了的信仰 去現役一次 正統 正統就應該是律法所穩準的事 律法定定 屁女生就不正統 正失生就正統 這種僵化的思維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是很習慣的 亦都鎮合了這班假教師的主張 他認為這樣就可以成為神的指紋 但是保羅竟然在這裏 平衡地把 薩拉所生的以撒 和下甲所生的以實瑪利 將它平等地放在一起 我們再看一次 這裏所說的是甚麼 他說24節 這都是比方 即是一個比喻 比喻的意思 其實在原文聖經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字眼 這個字眼原本 原本的字叫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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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字的部分組成 阿拉 阿拉 還有阿拉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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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解釋相反比對的意思 甚至這個字可以解釋 但這個字的意思是 輕列文不是每個字都可以拆開來解 但這個字本身的來源是這樣 意思是用一些相反的事 或者兩樣對比的事放在一起 然後做一些陳述 把主題說出來 問題是你看見這個比對哪一個面 保羅在這裏說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告訴我這都是比方 一個比對 說什麼 給了這個解釋 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 在這裏很特別 雖然談論了下甲的兒子伊什瑪莉的出生 是氏女奴博的出生 按律法 野仔 不正統 以沙就不同了 以沙是正失所生 所以怎樣正統 律法就是這樣看 以婚法 但是保羅在這裏告訴我們 竟然他們這兩個都在藥的裏面移生 我們怎知道 弟兄姊妹 剛才我都略略曾經跟大家說過 在創世記的第十六章 和第二十一章的裏面 就告訴我們 夏甲的遭遇 夏甲最初生 這個伊什瑪莉的時候 為阿伯拉罕而生 的而且確 不是在上帝的應許之下 而生的兒子 是由仁義而策動的 所以我剛才說過 是按著血氣所生的 但是 當夏甲 他自己挑起爭端的時候 看少了主務的時候 然後和主務不合適 他自己走出去 在抗議裡面哭掃 他哭的時候 到底聽到 這一點呢 其實如果要講這段聖經 其實很詳細 當年我去查經班的時候 這個查了很久 這段聖經可以說是 加拉太書最難解的一段 或者在聖經裡面其中一段 最難解的經文 原來在創世紀十六章的時候 夏甲哭訴 上帝聽到他的哭聲 然後就去到他的面前 然後就向夏甲 作出一個應許 你沒有聽錯 是作出一個應許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這個 《創世紀》的第十六章 的經文當中 特別是 譚然到夏甲 離開了 他的主務 阿伯拉罕日加 去到抗議的時候 上帝聽到的哭訴 這是一件上帝做事的特色 上帝每逢聽到人的哭訴的時候 上帝就會向那個人施行拯救 拯救不是因為那個人被冤枉 有時候可能是那個人自己造成 夏甲 其實他要被迫離開 走到抗議 其實是他自己造成的 不過你不可以拒絕他 因為他主務都有份 因為主務叫他 跟阿伯拉罕生兒子 所以會覺得 人裏面 其實很多事情 如果按照律法 都要做錯的 他們做事 不過上帝在這些混混錯誤的裏面 其實是幫我們撿手尾 好像很多父母一樣 子女有時候 房間搞到亂七八糟 地又不撿 又不吸塵 又不抹地 結果怎樣 結果就是幫他撿 上帝其實看見人 如果你真的有哭訴的時候 他會取出行動 其實這個是創世紀其中一個 共同的訊息 譬如我們看看創世紀 在第三章裏面 當 該人殺了阿伯之後 阿伯 他在地裏面的血 哭泡 連地也開口 向上帝去請求 去投訴 生怨 上帝有事請求 明明 導演請問 當人 有 呼喊 祈求 拯救的時候 上帝是會聽的 一聽的時候 上帝有拯救 拯救的意思是什麼 讓人從罪的東西走出來 不要繼續走到錯的裏面 上帝其實經常都是這樣做 即是你是做錯的人 上帝仍然有機會 你希望從錯的裏走出來 並且英俊說什麼 你將來生這個兒子 而生存 而以東人 就是後來的阿拉伯 阿拉伯 地區 主要的生活群眾 所以 波羅在這裏 把這一點提了出來 告訴我們 原來當人 有呼求的時候 神就有拯救 而這個拯救 就有應許而放下來 問題是 上帝有應許放下來 那個人有沒有很好的把握 去落手 在這個應許裏面的條件 如果肯 上帝這個應許 就會在他身上 正正式式的落實 如果不是 就是那個人自己 失去了 這個應許所帶來的祝福 波羅在這裏 特別提到這一點 不單止是後來 由薩拉 是上帝 所生的以撒埃食 是上帝 應許阿伯拉罕 而生下來的兒子 他成為 以後他的後裔繁多 並且要怎樣 告訴阿伯拉罕 你要成為多國之父 而這個 Sara 要成為多國之母 上帝的普及拯救 其實是從一人而衍生而出 而當這個應許一出現的時候 就是拯救的出現 而人如果能夠好好把握 落手應許的條件的話 人就會在這個應許裏面 就能夠得到這個應許的結果 寶羅在這裏 刻意地告訴我們 不是因為那個人的背景 是因為按照律法而定定 是為奴彼的 還是為自由的 而去決定他往後的人生 神原來有一個心意 是將應許擺下來 只要你在他應許裏面的時候 你就會在上帝的大領 成為神的子民的分子 所以這一點 導致到 當這班加勒太教會的信徒 和他們當中的領袖 雖然他們帶他離開了這個原本的福音 但是藉著這件事 誘發了加勒太教會的眾信徒 突然醒不起來 原來一直叫我們去 只是信律法 才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咦?原來不是啊? 原來我們一直以為 那個正統 只是靠好像Sarah 以撒這條路線 後來領受律法 守律法行事行過禮等等 這些人才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原來不是啊 下格這個 原本被律法脾氣的人 他都在上帝的眷固裡 成為神的一份子 這個我待會後來 會繼續 保羅繼續引申 不過從這裏 我們可以看到 保羅藉著這個題目 有發了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 律法 不是那個 帶領我們 我們可以去到上帝 成為他的兒女的 那個條件 而是應許才是那個條件 上帝有沒有應許給我們呢? 今天在新約的時代 上帝所應許的救恩 是從耶穌基督而出的話 那你就沒有其他的 你只能夠回到這個應許的裏面 因為這個應許 涵潑了所有其他先前所說的事情 只有藉著耶穌基督這個應許 救恩來臨的成就者 我們只要藉著他 才可以得到懲教 才可以重新與神 建立一份永恆的關係 並且成為神的兒女 必無他法 這是第一點 保羅要加拉特教會的信徒 在自省的過程中看到這一點 第二 保羅同時告訴他 那個救恩的延展性 由一人以至於普及這個世界 有沒有留意到 阿伯拉罕 上帝給他應許 不只是叫他有兒子 而是要成為多國之父 即是像薩拉和薩拉一樣 如果不能生 不要說是多國 死了也沒有後著 但上帝竟然可以讓他成為多國之母 所以我們在歷史中更看到 阿伯拉罕以撒 然後他家裡不斷擴張 的確成為以色列一族 從來讓我們看見這個發展的進程 如何上帝從一個人身上 將救恩 將這個應許的福氣 宇宙升地去擴大 保羅其實就是要告訴加拉特教會信徒 不只是他們那群猶太教 或者猶太裔的基督徒 連那群在加拉特教會內 那些外邦的信徒 都可以在這個救恩裡面 所以這些假的教師 假的領袖 以為可以藉此而去分裂教會 並且鞏固自己的勢力 是結局寶羅 藉此之子 以實馬尼 和以撒 將他們兩者 都同樣在上帝的應許之下 所成就的事情 告訴他們 讓他們知道 上帝的拯救 是直接應許 而且擴張到普世的當中 所以 這段聖經 可以告訴我們 上帝 直接應許 所帶來的 出日意表的功效 特別是拯救的功效 讓我們成為他的兒女的身份 原來不是因為守律法 不是因為你生來是什麼人的背景 不是因為律法定定你是正統與否 而是因為你有上帝的應許 而你要肯落手在這個應許當中 甚至你是非猶太人 你明白嗎 所以保羅在這個法文 然後把這個例子 利用一個比喻方式 來講給加勒太教會的信徒 讓他們誘法他們的思想 原來他們最近改信了 這些人以律法為中心的信仰 其實根本是失效的 因為根本上 神已經不是用律法 這個其實是律法的問題 我們在先前已經講過 寶羅已經講過 我們在這裏不提了 去到這裏 寶羅不單止 只是用這兩個女士的兒子 去做比較 即是比較以撒馬利和以撒 都同在應許當中出生 成為阿伯拉韓的家族的一份業 並且 更重要的一件事 阿伯拉韓的兒子這個身份 在這裏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不是說一個是一個不是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 寶羅要進一步做一個比對 不只是比對兩個兒子 而是寶羅要更加比對 兩位女士他們的背景 然後讓我們看見 原來神才是使人得以自由的源頭 God is the facilitator of freedom 這就是從第24節的下半節至第26節 我們看下半節先 24節的下半節 一躍是出於世來山生子為奴 乃是下格 這下格意志是指著阿拉伯的西來山 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 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兒女都視為奴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他是我門的母 一位是從南山上 一位是從南山上 bearing children for slavery 這位是哈格 或哈格 那哈格 哈格 represents南山上 在阿拉伯 在上文我們剛剛說過 保羅不單止去比對了以實馬利和以實 來到這裡 神深知要告訴我們 他要比對哈格和薩拉 哈格和沙拉 兩者之間的分別 他做了一連串五對的對比 這個五個對比很特別 比對什麼呢 第一對我們已經看了 就是比對阿伯朗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 一以實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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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四對是什麼呢 就是講到一個是生出來 是憑血氣的 這個就是哈格 而薩拉生出來是什麼 是藉著 這個應許 去把這個 以實山出來 哈格在這裡 指的是兩個藥 的其中一藥 就是舊的藥 指到什麼 那個 在西奈山向以色列民的藥 都未頒布之前 已經有的藥 而後來 以色列民 要去到出埃及的時候 才接受那個藥 那個什麼藥 西奈山的藥 所以這裡就連貫到 一個是西奈山之藥 就是哈格的兒子 以實馬利 在以東地的西奈山 也就是出埃及的 我們後來明白的地方 地點 主要場地 另一個就是 這個 薩拉 代表著 這個叫做 石安山 這個 耶路撒冷 地區的這個山 最後 哈格的比較就是 哈格 是類同於耶路撒冷 舊的耶路撒冷 但是 來到薩拉的時候 一個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大家的兄姐妹 可能來到這裡 有些混亂 就是 這些比較 都是比較 是純粹 司徒保羅自己的演繹 不是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看的時候 當我們重新 比對這兩個女士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 是的而出發生過 譬如很簡單 阿格拉罕 當生了以撒馬尼 和後來再生了以撒馬尼 和後來再生了以撒馬尼 其實同時間 夏格和薩拉 是同住在一起的 換句話來講 他們大家同住 不單止 同樣都是 阿伯拉康的兒子 而且這兩位女士 是同住在同一個地點的 而他們 在這個過程當中 似乎後來 夏格又國賓前程 要被阿伯拉罕遣走 因為薩拉不高興 兒子被人欺負 但是結局怎樣 上帝祝福 以撒馬尼 去了以東 即是在阿拉伯的地區 剛才我們剛剛說過 阿拉伯的地區 西來山 開始發展了整個家族 在藉著以撒馬尼的發展 後來還有12個兄弟姐妹 在那個地區發展 後來以色列民如何 後來以色列民 因為出埃及的緣故 又去了那裡 甚至在那裡 接受這個律例典章 在上帝的律十戒 亦都在西麗山的藥裡面 去頂頂 想說些什麼呢 簡單來說 保羅其實是想告訴我們 其實在夏格和薩拉 他們兩者所隱身的家族 他們的兒子所延展出來的後裔 其實他往後日子 有很多重疊的歷史交織在一起 上帝原來將這兩個女士 以及他所衍生出來的家族 造成有很多的重疊交往 而讓他們能夠走在一起 意思就是說 上帝其實在他同一個應許之下 雖然分別向夏格說的一個應許 以及向阿伯拉罕說的一個應許 似乎是兩個分別不同 但是我們不要漏了 兩個都有同樣 要讓他們去後裔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 甚至成為很多國的發展 大兄姐妹 故此不是因為你是遺奴的 上帝就說 那你以後沒有份 原來即或上帝所一早指定的正室 而是在撒拉罕所生的 而後來都跟這個所謂被視為 好像不正統的 這個士女夏格所生的後裔 原來有很親密的關係 甚至連藥的領袖 律法的接受 都是從這個以東地西內山那裏可得到的 所以簡單來這麼說 上帝其實所作的事情 只要在他應許之下 很多東西就會重疊走在一起 而上帝也不是用人的背景 去血勇血氣去界定他們 是不是在祝福之下 而是純粹是上帝給他們的應許 他們有沒有去落手呢 因此上帝在這裏 給保羅去提醒回佳太教會的信徒 讓那些假教師、假信徒、假領袖 他們給他們的影響 讓他們走離開那個 原本上帝的普世性的應許 誰? 耶穌的那個 剛才我們說過 你要他們走離開 重新歸回去 讓他們成為 這些假教師、假領袖的奴隸的做法 保羅是要讓加拉太教會的信徒看到 其實你們這樣做 根本是否定上帝的工作 不是回到上帝的正統裏面 今天為什麼有這麼多信徒 流傳著也有這麼多錯誤的神學觀 在教會當中 不斷地浮在教會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 因為我們對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不明白 一開始我已經說過 耶穌曾經說過 不要以為我來到這個世界 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不是啊 我乃是要將他成全 什麼叫乃是要成全 就是藉著主耶穌基督 他一人這個應許拯救的角色 將整個救藥的神學 將他貫通起來 讓我們去看見 如果我們對律法和先知 當中的應許不了解的時候 他的發展 他的本質不理解的時候 很容易我們就會錯誤理解 我們的耶穌基督 他的救恩是怎樣的一回事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要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去更加深刻地掌握到 上帝的應許 怎樣從舊約 在律法和先知書中的啟示 以至於新約的聖經 怎樣連貫在一起 這樣我們就不會輕易 就會給任何那些假的信仰 甚至一些流傳在我們身邊 非常廣泛的錯誤神學觀 要去攪搖到我們 甚至讓我們踩到更深的深淵裡面 因為我們可以有自省的能力 透過聖靈的啟蒂 讓我們有更深究 進一步的深究的功課 可以去繼續參與 使用我們的靈命 可以不斷去檢省 正如今天 很多時候我們聽很多新聞 每天都同一件事 有很多不同的報導 最重要是什麼 Fact check 當我們有神的靈 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我們就會回去 律花和先知 以至新約裡面 進行Fact check 我們就能夠更加穩固地 你知我們的崇靈生命 可以走 讓我們同心的祷告 天父我多謝你 給我們在這段聖經的當中 看見原來 應許那份的效力是何等宏大 求主你的幫助 讓我們能夠真是 不會輕易被這些流傳的錯誤的信仰 搞妖了我們 對上帝你在 在告約 律法書和先知書裡面 已經有的啟示 特別是對 應許的啟示有錯誤的理解 求主你的幫助 讓我們能夠準確走在一條 合符主你啟示的道路當中 我們親愛的主 感謝你給我們 今天能夠再次透過這段經文 使我們更清楚明白到 我們有需要在這個律法 跟先知書裡面 有關你的啟示 你的應許的部分 要更準確地了解 使我們能夠 冠圈新就約裡面 有關這個應許的題目 讓我們更準確來得了解 應當怎麼走之前的屬陵道路 免得我們被很多供應 確實錯誤的神學觀 影響我們 我們在救恩路途上面 所走的路 會變成一條歪路 求你的幫助 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that you through this passage Paul using the allegory and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at we are required to have a very clear heart and under your Holy Spirit guidance to examine clearly about the promise that you have made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how this promise keep expanding to the universal scale especially through Jesus Christ His salvation on the cross that will recover all the people no matter they are Jews or non-Jews because we know that your promise can give us another new identity as your children so that we will walk with you all the time and we will also can see what is our future so our Lord we ask for your help and so that we can alway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we pray that you can give us wisdom so that we can always examine what we have heard around us because a lot of Christians their theology is quoted so that we need your wisdom let us to decode it true and agree with us and promise l David all the way to take care of and take care of and feel free to see the campaigns that we will guide 准确地去看见怎样能够将我们的属领生命 能够是继续走在一条健康的道路上 好 让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同心领受神而你的慈福 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领受神的慈福 愿意主耶稣给予因为 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愿神慈福给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